台灣跟印度透過視訊方式 在16號簽署引進 印度移工備忘錄 移工來源國再加一 但選前曾爆出 台灣將大局引進10萬移工 印度移工會性侵等 還配合抖音假以騙流傳謠言 勞動部再度闢謠 印度移工引進多少人數跟行業 都有我方決定 目前我國有75萬名外籍移工 來源國只有印尼 越南 菲律賓 泰國 但隨著日韓 新加坡搶移工 台灣也大缺工 未來開放印度成為第五個移工國 有望補足缺口 勞團代表也樂觀其成 而未來開放的印度移工 優先以具備一定學經歷 英文能力好的對象為主 出奇才小規模方式試辦引進 可能從事建築業 製造業 以及家庭看護等 在生活上面 兩個文化是截然困難的 那有些我覺得歧視 我覺得應該大家要把這新藥 印度人其實沒有那麼樣的話 有一點被污名化 開放印度移工 補足勞動力短缺問題 讓台灣產業更有競爭力 三次黃雲帆油部 台北參謀道